关注社区动态 欢迎收看大柔佛三分钟 班王好 我是士风 人力资源部长沈志强 针对柔佛日前发生 171名孟加拉籍外劳 招逮捕一事 表示该部门会为这批被捕的外劳 提供人道援助 以及重新为他们安置工作 而涉案的雇主也将于本周 被传唤以协助调查 年龄介于19至43岁 持有合法入境政见的孟加拉籍外劳 是因为已有半年未获代理安排工作 因此在极度不满的情况下 才群起出走宿舍 离步行到10公里外的警局 报案投诉代理 但由于人多示众的场面 引起公众不安 而遭警方拘捕 戈打定义警区主任胡申表示 警方接获民众投报后 到戈打丁一县的六湾八 暂时维持冻结所有聘请外劳配额的申请 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阿萨利纳强调 所有涉及公司的责任和角色 也应该受到调查和追究 根据气象局预测 季后风将持续吹息至12月27日 随着东北季后风的到来 我国各海岸区将出现大浪 为保障民众生命安全 戈打丁一和边加兰市议会不仅发出红色警戒 禁止民众到海边吸水和从事水上活动 同时警方驾驶巡逻车通过车内扩应器 劝请民众离开海边 此外边加兰市议会和戈打丁一 警方分别通过脸书上载通告 照片及视频以做出善意的提醒 荣佛州萧城局在24日下午2024分 接获投报在丁能啃值区附近的 德马荣森林保留区 发生野风遮人事件的投报 该局立即从拉美市萧城局派出 一辆消防车和一辆医药急救车到现场 抵达时发现一名在那里进行 越野摩托车骑行活动的男子 被野风遮伤 当时伤者仍有气息 但脉搏越来越弱 该男女卓五约6021分 移到三角下经医护人员检验后 证实已毙命 死者是42岁的哈米达林 遗体被送往西加墨医院抖验 警方接手处理后被列为处事案 西加墨警区主任张比利表示 死者与14名同伴进入上述地点